我那个是在紫金大单过单的时候 就是金单往上再高层次紫金大单过单 那个时候我已经移民新加坡了 2003年 2003年去了以后 2004年 没错是2004年是2005年 师傅在德国打来电话 他说你来柏林一探 我说师傅这很忙啊 最近没赚到钱 这个房租也交不上 这个孩子的学费也没赚到 师傅那你看着办吧 不理我了 而且一听不好玩 赶紧回去 去不订往返机票吗 跟师傅打个电话 我说师傅你让我来几天啊 你有急事 我说七天够吗 师傅说不要订回程机票 来了办完事再订 我说好那就去了 去了以后快七天了 我说师傅我可以回去呢 再待七天了 就又七天 他说也没啥事 你知道吧 整天就是给他做点饭 泡点茶 他没啥大事 把我叫去柏林干什么 我说师傅你看 也没啥事 我那急着火上房子了 一个月好几千的费用 在新币好几千都没赚到 这个房租房东太太都急了 催我们要房租 都交不上来 那是家里的房租 再不行就没房子住了 所以说不急 那小事 来了就安着 然后就待七天 七天以后这想差不多了吧 然后跟师傅说 那我可以回去了 师傅说 再待半个月 给你们啊 你这算老九 那没钱花了 老婆嗷嗷叫 孩子嗷嗷叫 这样玩你 但是就是一个听话 师傅说 没事练练功啊 你这平常离我远 来了吗 就练练功 好了 到二十几天以后 开始有消息了 开始知道 体内开始 就像惊涛骇浪一样的 开始变化了 这变化了以后 在一个晚上 自己的紫禁单过关了 甚至那个脊椎 踩上去 啪 然后下来 整个那个过程 精彩的不得了 然后是晚上完成了 晚上完成的 第二天 我去办公室 师傅早在那坐着 说明天买机票 可以回去了 我吓一跳 我说师傅 我还没说我要回来 你怎么说 让我回来 他说你完成了 你在这干什么 你们把师傅 都当成凡夫 肉眼凡态一群人 当凡夫 那师傅 他就看到你 你这一个月 你就要完成 这个紫禁大胆 多么难 这是最难的一关 紫禁大胆完成 就颅脑腔就变化了 你的天就变化 剩下就是 头顶九个洞就出来了 就顶盛眼升天了 就差那一步 但是你小子 在新加坡的话 师傅在柏林 师傅遥控 他不行啊 你这个 那个时候 又不能有夫妻生活 又不能有什么 贪神痴 又不能沾昏的 你沾了昏的 神就不工作了 神跑出去了 那就这个时候 是绝对一个月的摘线 就等于比观修炼一样 师傅爱你 他早都知道这个时间点了 他把你叫到神边去了 所以什么人可以修成 这个就是无我 就是听话 师傅说啥就是啥 你说 你说 你说我来我就来 你说我怎么样 不像你们 太自我了 没时间 等你有时间 师傅可就没时间了 你这一生就错过去了 哎呀 我这千万些 叩头 师傅 感恩 师傅说 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都为众生去奉献了 所以师傅们培养一个传承人 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要你听话 也要follow 就是我一生就是在熊老师身边 他说什么 我绝对听 绝对听 去哪儿就去哪儿 没钱就不管 借钱也要去 这个才能够顺天时顺地利 因为天时它就是那么个时间点 再没有第二个时间点了 没说还有啊 明年也有春天 明年也有 不是 今天这个时间空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 地球在转嘛 银河系 这个太阳系在围着 银河系在转啊 哪有再有这一天呢 这个空间点给你啊 人家就安排在这个空间点 在你的数 定数里面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时间 那你不去相应 你太自我 太重视金钱 才重视后天的东西 自我去安排自己的东西 那你没有希望 我觉得师父 现在就让我去加拿大 让我去美国 让我去哪儿 我就得去 不要说 哎呀 钱不够 借钱也得去 那就那个时间点 那你的命要紧 你的修到成功要紧 还是你的钱要紧 你帮着他 散那些东西干什么 多少亿万富豪 最后他不是一分钱 没有穷光蛋了 修到人 他饿不死的 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的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熊老师从柏林回新加坡了 回新加坡了 他知道我困难了 拿了八千美金给我 然后说 这些钱给你用 我说师父 你来了 我都还没孝敬你 师父 我知道你没钱了 这个钱拿去交房租 拿去过这几个月的苦难日子 然后赚了钱再还我 师父给你钱 不是你给师父钱 所以培养一个上好的苗子 师父们是把这个做一个 很主要的事情去做的 但是你要相应 你不能说你那么牛 我没钱不好意思见师父 我道师父呢 去又没有红包 又不好意思去见师父 那不是道啊 那那个师父你不拜他也算了 你跟他干什么 一个财迷啊 没有钱就给你脸子干 没有钱就不理你啊 你是去求道的 还是求钱的 大家既然走上这条道了 给大家讲 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尽快地把自己挣出来 我们先看到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